大家看到惊险的撞击瞬间 台中沙路区向上路段 28号下午发生了一起五车连环撞意外 一辆载着水的大货车 疑似刹车失灵 先是撞上了分隔岛 再追撞前方的三辆轿车 还有一辆小货车 不仅如此 就连测速照相机也被撞坏 而当时的撞击瞬间画面也曝光 经车记录器拍下一辆蓝色小货车 等停红灯 绿灯亮 旁边的车辆开始往前移动 没有想到这时 远处传来阵阵喇叭声响 接着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一辆载水的大货车开上了分隔岛 从后方追撞上来 蓝色的小货车被推撞出去 接着零件散落一地 连一旁的耗质灯杆都在摇晃 惊险一瞬间 而肇事的大货车 一共追撞了前方四辆车 车头整个严重凹陷 幸好41岁的黄信驾驶 只有首部受到轻伤 疑似因刹车失灵 追撞三部自小客车 及一部自小货车 台中向上路六段 因为是下坡路段 就曾多次发生追撞车祸 去年九月 一辆大货车追撞了前方七辆车 幸好没有人受伤 去年十一月 一辆大货车 以似刹车失灵 追撞前方等停红绿灯的六辆车 共造成六个人受伤 光是这一年来 这路段就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 附近的民众说 除了驾驶本身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再加上道路是下坡路段 也是容易发生车祸的关键因素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想办法改善 不然很难避免车祸再发生 街中部综合报道